时至深夜 大家晚上好 如果你是朱一龙的粉丝 我想这个夜晚的你注定也难眠 2019年至今为止 朱一龙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交给新剧道 目笔记重启 这就是一名好演员的觉悟 对于一名优秀的演员来说 作品和角色才是硬道理 由于朱一龙要用心拍戏 三月至今我们极少在公众场合看到 他的英姿萨爽的身影 不过今晚我们在八三二盛典上 找寻到了朱一龙 距离上一次在2019年电视剧品质盛典两项 转眼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周 时隔数周时间朱一龙重回萤幕 虽然旅途周车劳顿 不过他还是保持着温暖的笑容 远在瑞士八三二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许多小龙包自发组 只迎接朱一龙 只希望给朱一龙家的感觉 随着盛会的进行 朱小时也晒出了朱一龙的最新帅照 一起来看看吧 虽然到场国际大咖 有许多可朱一龙依旧是那么的耀眼 朱小时晒出了五张朱一龙帅照 并且写到朱一龙首邀出席巴塞尔品台酒会 现场观看了手表精湛的制作工艺 感受经典和巧妙思维的艺术节和品味 极致降薪力量 巴塞尔遇见朱一龙 朱一龙俊郎脸庞让人过目难忘 他戴在中指的戒指同样很抢劲 在2019年电视剧品质盛典 朱一龙十指戴着银白色戒指 当时龙哥的戒指就曾引发小笼包热议 这次参加巴塞尔盛会 朱一龙中指戴着金色的戒指 这枚金色戒指在度印发网友热议 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吧 看到朱一龙中指戴着银晃晃的金色戒指 有网友评论道 哇金色戒指也太好看了吧 十指单身贵族戴的 这次龙哥戴在中指上 莫非我们有嫂子了吗 有网友评论道 祝福朱一龙 不管那个人是谁 我都会祝福龙哥 还有网友直言人帅戒指 好看今晚太幸福了 正如网友所言 戒指戴在时只代表着单身 贵族也有想结婚 表示未婚的意思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男孩子中指戴金色戒指 意味着什么吗